几年来 海平的移民安置点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异地扶贫搬前来的贫困户越来越多 安置点所在的这个新景区也越来越成熟 进入旅游淡季 景区的游客少了 在这个相对空闲的时间 景区管委会对工作认真 没有无故迟到矿工的售户员们进行了奖励 让他们和家人一起坐小火车参观景区 这是周立荣第一次有机会 以游客的心态 去感受自己生活了一年多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的话是我们海平站 我们海平站的话就是说 我们是七月底开始运行的 这是今年金石看不到 他从来没看到的 叫光辉多一点 请请 这样 一时间这样 好 好球 好球 游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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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雪姨 你好快 小海 小海 我儿子在冰火炉 这张的雪姨我照顾着 没在雪姨家里去吗 找找吗 好好做的 爬得这个啊 好好做的爬得 령 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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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rant再硬了 以爬得 以爬得 一rant再硬了 以爬得 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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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做的话 你别跟着 爬得 好好好 经常都是出现 原来的时间还花的清静 原来的时间是一天一本 是花七八道四的 虽然周丽荣一家 已经习惯了小开的随时发病 但是周丽荣心里 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儿子康复的希望 现在我们随城县 出了一个医疗精准抚平的十条政策 你这边都属于监督离开的贫困 所以说完全满足在这里面 只要到我们宣节 宣节以上的公立医院给看病 他们现在是有各样的出现 你住院也好 看病也好 只要你在这个政策范围内的 正常的治医疗情况下 你的百分之百可以看病 百分之百是这个保消的 好嘞 你现在你是在那个待遇 他可以看徒医生 是不是病情没有整化 差点整恶化了 然后孩子一百万也又提了 一滴钱 家庭情况就不是太好 你载油在这个第二期前面 确实很恼火 是 现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医院 那医疗的设施各方面是 那是比较这个好的 所以说你带我去看病 可以检查 医疗条件水平比一般的 你可以做这个医生要高得多 所以在这个治病上它有保障 今天是周立荣休班的日子 他特意让丈夫和女儿请了一天假 全家人一起去整理土地 好 好 我们原来挣到家时间吃啊 羊啊 都是玩掉 吃鸡掉嘛 给衣服开掉 吃鸡了 好不容易跳球 你意思 好不容易请这个家门 我讲今天我们尽量到黑的海上把这个结果整出来 到那天下雨的天我们让房间看了 今天我们都把它给衣服拆了把它攒满 海平下雪了 王兴德被调到景区的滑雪场做清洁和维护工作 一年一度的遗族新年到了 这也是当地家庭团圆的日子 大儿子王刚前几天从昆明回到了家里 他和父亲都穿上了遗族服装 参加到一年的庆祝活动中 他们从去年的旁观者变成了今年的参与者 再过一个月就是农历春节了 周立荣早就计划好 今年要买一头年珠 全家人好好过个团圆年